征求人才是无上限 有多少人来我们都可以接受 因为生意其实是很好 人是不够用 新一体大厂望红订单畅望 2021年全年营收505.73亿元 较2020年增加27.1% 创历史新高 这样的态势延续到今年 原本日美系外资形容 新一体寒冬来临 风向似乎有了转变 欧系外资指出 跌润将在2022年第二季恢复上升 预计持续到2023年第二季 亚细外资也指出 记忆体低迷时间短暂 上升周期持续到2023年 现在看起来都很好 还要涨价 涨价不是我们要涨价 我们从来不会去勒索客户 说要涨价 是他们说实在拿不到 涨价可不可以多拿一点 这趋势在2022年 我们看到还是非常好 总经理卢志源指出 No Fresh 试矿持稳 主因是罗吉IC状况家 由于中国晶圆代工厂 不想代工 导致陆厂的记忆体产能 供给减少 有助价格走势 另外 中国疫情扩散到多省封城 记忆体龙头三星宣布 西安厂减产 美光部分电脑记忆体产量 也因西安封城受到影响 那么台厂是否有机会接货转单 倒没有因为疫情的扩散 而会从大陆转单过来 真正大陆转单过来 还是那个政治 因为他们怕说 在那边 那个大陆的政策 也是先服务自己人 他们自己也不够用 那都服务自己 所以你尤其台商 外商在那边 是觉得有点 有点怕怕的 所以这个单是会转到台湾来 对于记忆体景气 卢志远表示 第一季淡季不淡 至于嘉欣 卢志远透露 今年会较往年多一点 新豪尔亚特电视 陈慧摩尔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 非常领先的领导器 也要 有点大陆转